任大16岁的男人当儿子,这件事在如今听起来都有些奇葩,但在历史上,它曾真的发生了,这个女人的名字还家喻户晓,那么他为何要选择这样做呢?这其中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本期星星爱谈历史将为您讲述这段往事,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订阅,看更多内容。 这位好大儿的名字叫安禄山,而小他16岁的女人则是四大美女之一的杨贵妃,那么安禄山和杨贵妃都有什么理由必须要认这个妈和儿子呢? 安禄山是个胡人,身受唐玄宗信任,被为以镇守边疆之重任,巅峰时身兼范阳,卢龙,幽州三个重镇的节度使,手握重兵,战斗力强悍,并拥有相当大的才权,人事权,行政权,是唐朝天保年间综合实力最强的地方节度使。 杨贵妃本是唐玄宗的儿媳,比唐玄宗小了整整35岁,但安禄山表面憨厚,称服极深,安禄山为了讨好和麻痹唐玄宗,同时也是为自己造反做好掩饰,以自己自幼父母双亡为由,主动要求认杨贵妃为干妈,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但杨贵妃竟然出人意料地同意了。 751年,杨玄宗任比自己大的,接近16岁的安禄山,做了自己的干儿子,这一年是安禄山48岁的生日,而杨玄宗才32岁。 当李隆基笑问,安禄山为什么要这样做,安禄山很聪明地回答,我本是胡人,胡人礼仪中把母亲放在父亲的前面,于是杨玄宗当场就收下了这个比自己小姐20多岁的干儿子,唐玄宗还很高兴。 后来,玄宗又让杨贵妃亲属杨华,杨磅及三个姐姐与安禄山结为干兄弟,亲上加亲,因此,安禄山可随时出路攻进,这一段在新唐书里记载。 贵妃三日喜乐儿的故事记载,杨玄玄把安禄山在收养为干儿子后,煞有介事地给他三天洗身,洗身的时候,杨玄玄让宫女们用新做的大墙宝把安禄山包裹着抬进来,放进专门制作的洗澡盆子,那得有多大呀? 杨玄玄亲自给安禄山洗浴净身。 在《唐石演义》中,杨玄玄和干儿子安禄山背着唐玄宗鬼混了一年多,一次,安禄山用力过大,抓破了杨玄玄的胸部。 为了不让李隆基看出问题,杨玄玄便做了一个喝子来遮掩,按照那些文学作品的说法。 李隆基对这些事情争之眼闭之眼。 杨玄玄和安禄山的事情被反复说着,这不要紧,关键是在《资质通鉴》中,司马光把贵妃喜乐写了进去,而且还加上了唐玄宗在一边观赏洗浴的那一幕。 但在《九堂书》和《新堂书》等正式对杨贵妃和安禄山的交往事迹记载里,都不涉及任何男女暧昧之事。 有人认为杨贵妃和安禄山之间并无私情,事关写杨玄玄收安禄山当儿子的主要原因是希望表明,贵妃的私利忽佑和皇帝盲目信任,是这个用四川话说一脸诛下。 心中嘹亮的安禄山阴谋造反,差点得逞的原因之一。 杨玉玄独得胜宠,如日中天,以他为首的整个杨氏家族都是攀附权贵结交的对象,借尽神乃神,亘古不变。 安禄山拜杨玉玄当干妈,真正想得到的是唐玄宗这个拐弯干爹,而母子关系能让他随意出入尽忠而不受伦理限制,还能避开男女受受不亲的嫌疑,这种政治利益结盟在史书中屡见不鲜。 其实这也很好理解,安禄山那可是一名肖将呀,他对于唐玄宗来说,那就是唐玄宗的人肉长城。 唐玄宗还要指望着他为自己守护山河呢。 这样重量级的人物,当然是唐玄宗拉拢的对象了,因为唐玄宗重用安禄山,并且安禄山是唐玄宗面前的第一红人。 所以,作为唐玄宗最为宠爱的妃子,杨贵妃也有必要为皇帝做一些事情了。 杨贵妃要怎么做呢? 就是任安禄山为干儿子,这样两家的关系就更亲近了一步,他们即使君臣关系,也是母子关系,并没有可能再进一步了。 皇宫大内,耳目众多,宫女太监成群,杨玉玄是唐玄宗的宠妃,身边肯定时刻有人伺候。 如果安禄山和杨玉玄苟且,难免有不透风的墙,不可能唐玄宗不知情,史书中还记载说,安禄山这个湖人体型肥大,相貌丑陋,如果不是因为在北方特别能打仗,可能不会有机会接触到唐玄宗。 一个如此其貌不扬,而且常年在边境生活的野蛮湖人,与善于音律,追捧文雅的杨贵妃有什么共同语言呢? 要说这长安城中的俊男靓女也不在少数,养尊处优,高贵冷艳的杨贵妃就是再愚昧,也不可能看得上来自边疆的安禄山吧? 而且安禄山至不在杨玉玄。 她费尽心思是为了夺得王朝统治。 当时半君如半虎,安禄山如果想获得一个稳定的生存环境,那么跟皇亲国妻瞻上边自然是最好的方式。 一般来说,成为皇亲国妻的捷径是要么联姻,要么认亲,安禄山三十九岁了,各个方面自然也不满足当孤业的条件,给唐玄宗当老丈人也不现实,没办法,只能认唐玄宗为干爹了。 别以为认干爹是吃亏了,能巴结皇上那是至高无上的荣誉,也就是安禄山深得唐玄宗赏识,否则认干爷爷的机会也没有。 安禄山人高马大,据说有三百二十斤,表面看着憨态可居的,唐玄宗也经常拿他开玩笑,说,你这么大的肚子,里边都装了什么呀,安禄山张嘴就来,而陈装的都是对父皇的忠心啊。 有能力还会拍马屁,智商情商都在线,安禄山不成功才怪,正因为唐玄宗的喜欢,才让安禄山可以得寸进尺地跟杨玉环玩耍。 这位母亲却不知道自己的乖儿子正在边阵紧锣密鼓的准备除掉他和他的丈夫。 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安禄山每次面见唐玄宗都会大表忠心,愿以此身为皇帝死。 作为政治手段炉火纯青的帝王,唐玄宗刚开始对安禄山这样的答复不置可否,反而安排了一次安禄山和太子的见面,自己在暗中观察。 当安禄山知道对方是太子后,却并不跪拜,身边的人斥责他,他便说不知道太子是什么官。 唐玄宗后来就告诉他,太子是皇帝的继位人,安禄山又回答,陈瑜,笔者只知陛下,不知太子。 这样的回答让年事已高,担心太子夺权的唐玄宗十分高兴,加其纯诚。 据记载,安禄山越发肥胖,他的肚子大到掉在了膝盖处。 拖着三百多斤的身子,走起路来都十分困难,可是他却能跳胡玄武给唐玄宗看,把皇上斗得不亦乐乎。 除了装风卖傻表忠心,心机深沉的安禄山还秘密结交朝中重要人物为他打探情况, 安排他的下属刘洛谷留在长安作为内应,随时打探朝廷动向,并记录成册向安禄山汇报。 面对这样的情况,大臣们就算是对安禄山有意见,也不敢公开向唐玄宗奏告, 何况还有李林府、杨国中尉、安禄山撑腰,一个个更是浸若寒蝉。 甚至当有人告诉唐玄宗,安禄山心怀不沉之心时,反而被皇帝绑起来送给安禄山。 天保十四年,唐朝整个国运在这一年开始发生改变, 手握几十万大军的安禄山从泛阳起兵造反, 他打出的名号是讨伐杨国中,但是事实上,安禄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他自己想要爬上皇帝的位置。 安史之乱爆发后,叛军一路索向披靡,攻占长安。 唐玄宗被迫携皇室大臣出逃,当大队人马走到马维坡时, 发生了著名的马维坡之变,三军将士杀死杨国中, 并胁迫唐玄宗,赐死杨贵妃,唐玄宗失去对局面的控制。 只好忍痛割碍,赐死了杨贵妃,杨玉宗最终就成了安史之乱的替罪羊。 不过安禄山也没有善终,他因为肥胖的原因, 在叛乱之后就失明了,并且身上长满了毒疮。 最终,安禄山被从小跟在身边的亲信李珠所杀, 当时他一刀砍向了安禄山的大肥肚子,使安禄山当场毕命。 安禄山戎马一生,但是,其内心却一直都在追求更大的权力和更高的地位。 即使,到最后他得到一时的享受,以及一个虚无缥缈的皇帝头衔, 但是,最终他却丧命在自己的亲生儿子手中。 说来也是可悲,无论如何,安禄山和杨玉环的故事绝对是一个十足的闹剧, 而剧情还没有结束,唐玄宗从儿子手里抢来儿媳妇, 却被安禄山占了便宜,但安禄山却也死在自己的亲生儿子手里。 我们来捋顺一下,儿子被爹坑,爹又被干儿子坑, 爹又杀了干妈,坑了干儿子,干儿子又被自己的亲儿子坑。